大家好,我是阿伟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在供换手机的时候 怎么把旧手机里面的一些资料 全部导到新手机呢 那我右手边这台是旧手机 左手边这台是新手机 那么我们首先把新手机还原 还原到激活界面 然后两台手机放在一起 它就会出现这一幕 那么出现这一幕 我们就点一下机器 新手机出现一个码 我们就用旧手机的 然后过来扫一下 就这样子过来扫一下 这样子就OK了 那就连接成功了 但是如果你资料比较多 你就需要一点时间 比如说我旧手机里面的内存 或者资料全部比较多 我们就需要一点时间 还有时候需要一个钟 有时候需要两个钟 甚至三四个钟 大家需要时间 所以要保持两台手机 有电的状况下 然后让它一起在导 那么现在我们就已经 出现这个画面 那我们就进入它 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把指纹录进去吧 直接把指纹录进去 创建一个密码 继续传送 然后再点继续 这样子它就在传输了 大家可以看 然后需要一点时间了 需要一点时间 那么现在已经在传输中了 它大概有需要多长时间 这里会显示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会是建议大家 就是说尽量把两台手机 放在玻璃台 因为它在传输的过程中 手机会有点发烫 我们把它放到玻璃台 这样子它就会有一定的降温 这样你就不会伤害到手机 那么等它传输好了 你所有这台旧手机的所有资料 包括我们装的那个程序 包括一些聊天记录 全部都搞到这边来的 是完好无损 大家好 那现在是传输完成了 我们就点一下机器就可以了 它现在已经传输OK了 那么整个手机的一个 传输数据就这样的完成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